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呢是10月29號禮拜四喔 好 我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這個PX過的任務啊 這個任務啊 我仔細看才發現說這個任務真的很佛心喔 這個任務期間的話蠻長的有三個月啊 10月27號到1月29號有三個月的時間喔 那這個任務 全部總共可以獲得五張紫色幻符喔 而且不會很難 不會很難 有一項對我來講比較難 但是大部分都不會很難 好我們先看一下喔這個 參與擊殺世界王30次啊 就可以獲得這個藍色幻符喔就是 10張喔可以獲得一次挑戰紫色幻符的機會 好再來是鍛造加持喔鍛造加持300次的話可以獲得一張紫色幻符喔 好一張了 來繼續看 來等級的話達到90幾的時候啊也可以獲得一張紫色幻符喔兩張 好我們再往下看 參與副本次數啊360次的話喔 又可以獲得一張紫色幻符 好這個的話你只要用掃蕩的也可以 掃蕩的也可以 所以如果說你有很多掃蕩券的話 有事沒事就給他掃一下 很快就可以累積到360次 OK三張了 再來是 這個 好下看喔下看喔 下看 等一下這個這個是什麼 軍團貢獻次數288次這個很簡單喔每天我們必點的 好這個288次的話可以獲得10張藍色幻符 就是一次 挑戰紫色幻符的機會 好國戰期間 國戰期間的話你 擊敵敵方玩家200個你也可以獲得一張紫色幻符喔4張了 這個就是對我來講很難的一個地方喔這個這個最難 這個我在想我到1月29號可能也超過50個吧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啦 這個 這個是最簡單的 參與歷史戰場次數20次啊 也可以獲得一張 這個啊你只要報名就可以了 你只要報名就可以了 你根本不用進去 像我 我稍早的時候啊我就我就報名了 報名之後呢 連進去沒進去啊 我就 我就解了一次的就 參與歷史戰場次數一次這個就解完了 所以 晚上的7點半到8點鐘的時候還有晚上的10點半到10點鐘的時候記得報名 好記得報名一天報名兩次10天你就可以解完就可以獲得一張紫色幻符了 那 這個紫色幻符可以幹嘛 來跟一些新朋友報告一下 假設啊 你 假設你收集10張這個紫色幻符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獲得一次 這個挑戰局勢化身的機會喔 那如果說你失敗了也沒關係 這邊有保底 你抽了15次都沒有中的話 那麼你再下一次再 再合成色化身的時候就必定 必定會合 合到這個成色化身 OK我這個張兩塊打完了 打完了的話就要 小朋友已經回家了 哎呀 好像沒什麼好東西了看一下 好我知道了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哎呀沒好東西啊 就神鐵一個啊 好吧 也只能這樣子了 好 好吧 那就這樣子了 祝各位朋友好運 拜拜